5月7号内政部向行政院提出青年生活住宅的规划构想 18号立法院内政委员会便针对青年生活住宅政策规划 以及福州与A7合一住宅办理情形 邀请内政部专案报告 但青年生活住宅的条件、价格以及买回机制等议题 内政部都还未探讨 立委质疑是为了2016总统大选的假政策 甚至指出过去政府新建合一住宅的种种弊案 要求内政部审慎评估必要时应进行住宅法修法 不要政府出钱增地或是政府本来的土地提供出来 然后透过BOT或是透过其他方式 然后来做社会住宅或是挂着社会住宅的羊头 但是实际上都在干嘛 都在土地财团 除非你有修法 如果没有的话 我就认定你们是土地财团 这个不应该做 可不可以这里处理 可以 没问题 尽快处理好不好 尽快处理 一定要赶快处理 内政部回应 未来青年生活住宅会跳脱合一住宅模式 定位在封闭市场形态的福利住宅 对象为40岁以下青年 一平以10万到15万元的价格销售 但后续订定相关限制转售对象 价格与政府优先买回的法令机制 还需要时间沿拟法令配套 对此立委政天才也呼吁内政部 应参考原机法第28条 保障都会区 远住民族安居乐业的基本权利 我们这个想法跟这个委员所提的 原住民的这个住宅 这个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要涉及到修法 因为我将来要给他一些限制条件 一定要修法 但是你们的修法的进度 进程非常的慢 所以这个要加快 而立委孔文吉则是举新北市乌来区为例 认为在都市计划托盘检讨之后 族人的民生条件与住宅环境仍无法有效改善 要求内政部都市计划神医委员会中 应该设有一席原住民及专家学者 才合乎公平正义 不管是三地乡的 还有原住民的 在住宅跟建筑方面 我们内政部的都市计划神医委员会 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原住民的代表性 只要是有牵涉跟原住民地区的 这个建筑跟住宅这方面有关的 可以参考国家公园的 计划委员会的这个模式 修改我们这个都市教委员会的主持章程 平常可以不参加 但是就是在讨论到原乡计划的时候 他可以来参加 我来考虑这个 我们来研究这个问题 内政部宇诺会严理修改 都市计划神医委员会的组织章程 但在政府打响青年生活住宅政策的时候 要如何兼顾保障都会区原住民族的居住权 给予合理的价格与条件 内政部认为这涉及修法与社会共识 并未提出具体回应 记者亚望大规理法院采访报道